我們這群猴子中有一個有了智慧 就是Roulson 突然間已經寫到字 突然間懂字 因為我們接下來打算 這幾天都是關於動漫作主題的歌名 其實這首歌我寫歌詞的時候 寫多一半才有這個想法 我就在想 究竟用什麼動漫去適合這個歌詞 我就看到原來歌詞裏面有一個是入籽 男生要入籽才可以 申請跟朋友去飲食 最初就想著男兒當入籽 但是想著很老套 然後想著想著 要留空它 還是男生有很多東西都想入 入什麼都可以 有多有趣 有些空間讓大家想著 那為何會是動漫 為何會想來看動漫 因為我們小時候都會看很多漫畫 或動漫的東西 所以這些是最容易令我們這個世代共鳴的東西 藍儀當入籽也好 IQ博士也好 各樣各樣的卡通東西 是最能提供我們 裡面有些詞 我覺得很入形入格 你是Yellow的歌才會有這些 情陷人虎 是我來的 是她 她唱而已 她唱而已 不要亂說 其實也不介意 你們幾個男生都在這裡 當然要講一下這些 阿匡你有沒有解釋 情陷人虎 情陷人虎 有沒有試過 填詞那個說的 你說你 我只是唱的 情陷人虎 人虎和人妻 一樣 即是一樣的 人虎和人妻是否一樣 問謝恩奇 不是 你寫的時候 純粹合音 其實整件事都是 我想起 跟一些男生朋友去喝飲料的時候 會講的題材 會發生過的事 然後就寫下去 會講一下別人的情形 通常都會說 別人的老婆很棒 這是你經常講的 通常 我猜 講得出來應該沒有行動 沒有 沒有 通常有行動的 是收拾不講的 所以歌詞後面也說了 其實大家喝完醉了之後 其實第二天已經忘記了 講過些什麼 好像是你們的寫照 是你們自己生活的寫照 也是 這次很特別 很厲害 很厲害 終於有些話要說 讓我想到 我們全部人一起唱 這首歌 全部人有份 那你想想 何兆基唱 多好聽 我們錄了多久 我沒見過監製 那時候笑到這樣 我記得你們之前 無論是野仔的年代 還是野佬 其實都有何兆基現聲 不知為何有抽走 或者展示的時候 就有他等等 這次是 如何攀山月嶺底下 終於可以 真真正正地去唱一段 因為是我自己編排的 那裡四句 一人一句 剛剛好 硬要給他自己 也是最簡單的 你意思是歷年來 多年來都想 不過硬是找不到位置 是的 這次可以放到一點 黃欣大社 謝謝大家 好 好 錯